第四天 昨天整第二進度只到這裡 但我現在已經沒有鏟子了 所以我打算就是 找個洞窟來去挖個礦 剛好我們附近就有很多的洞窟有沒有 直接就在這邊稍微挖一下 我現在呢是想要有更多鐵礦 這樣子我才能夠 升級工具 而且 裝備也能更好 不過看到煤礦還是挖一下好了 雖然說煤礦其實已經沒什麼用了 然後銅礦 說真的你們真的覺得銅礦這種東西有需要挖嗎 不管總之還是給他挖回家 那接著的話我們就來去紅土大陸看一下好了 上次來這邊有發現就是有一些洞窟嘛 而且這個地方 應該比較好挖礦才對 OK 目前的話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洞窟 我應該是不至於死在這裡吧 總之我們就直接下去 然後目前看到鐵礦喔 鐵礦就是我最需要的喔 我們趕快就是 等一下我太激動了 我們趕快就是把這些鐵都挖一挖 挖挖挖挖挖挖 然後紅土大陸的金真的好多喔 隨隨便便就可以發現很多耶 但金這種東西真的 我還是覺得沒什麼用 OK 那周圍應該也探得差不多囉 剩下就是要潛入這個大洞窟 這邊其實還是蠻危險的啦 畢竟 洞窟越大 怪物的數量就會越多 可能要小心一點 總之我們今天是來收集鐵的啊 我希望就是可以收集 一組啊 不知道 不知道一天真的能不能收集到 哇然後這個地方 超 我有點害怕 畢竟苦力怕很恐怖啊 我如果會死的話就是因為被他打的喔 喔不行不行不行 遇到光箭手完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行撤退好了 這邊不適合我 我們玩極限模式還是不要坐死比較好說真的 然後回家之前呢不免除了還是要來殺一下兔子 齁 接著就是燒礦時間 燒完之後呢總共是拿到21個鐵錠喔 不算特別多但應該可以做出全套的鐵裝了 做完之後就是直接穿上 接著呢再把剩下的鐵全部做成鐵鏟 然後現在是深夜 沒關係我們就熬夜趕工 看這個晚上能不能把整個 沙漠神殿復興給整地一下喔 OK總共呢是把我們周圍給清好了 你們知道我動了多少次嗎 動他媽的 足夠滿說的 對 你姿勢